炎热的风 我却很冷 繁华的城 心很沉重 夜晚的天 月色朦胧 孤独的心情 有谁能躲 人海之中 人潮汹涌 风雨之中 不见彩虹 我的天空 乌云去楼 不知道明天 何去何从 这一路真 很多同学画树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越来越简单 今天就要画个简单 一学的 首先我们画个圈 右边画个小房子 给房子加上一些细节 注意屋顶的颜色 以及门口 以及墙壁的颜色 就要加一加 瓦片 但别忘了加一加 然后我们把前边画上一个小山坡 然后再去给上一些细节 山坡随便滑拉滑拉 表现出土壤的感觉 然后再把房子的倒影 山坡的倒影画一画 左边小树也要画一画 注意树的大小关系和深浅关系 然后再随便滑拉点颜色 加上点小飞鸟画个小船 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嗯 很多同学画房子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有点简单 今天就来画个简单 一学的 首先我们画一个圈 然后画出一个房子的位置 然后把地平线画一画 然后房子随便加点细节 表现出木围的感觉 然后大门口也要画一画 画完以后呢 我们再把网片画一画 横打线条 表现出一条小路的位置 右边可以画个小栅栏 左边画一个小树 然后再随便滑拉点电线杆 点了一点小草 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嗯 很多同学还在这样画松树 是不是有点简单 鱼骨头吗 今天就来画个简单一学的 首先我们画出一个圈 画出几个分界线 画完以后呢 从后往前 依次画出松树的位置 跟颜色还有形状 注意松树的大小关系 深浅关系 后面画完画中景 中景画完画前景 前景的松树 颜色更深一些 画完以后呢 对随便蹭点颜色 表现出一点土壤的小感觉 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嗯 很多同学还在这样画小栅 是不是有点简单 今天就带大家画个简单一学的 首先我们画个圈 找出每个小栅的大体位置 从后往前依次递进 由浅变深 涂上颜色以后呢 我们拿擦笔稍微的揉擦一下 注意揉擦出渐变关系 由深到浅的关系 前面的两座栅 左边稍浅一点 右边更重一些 注意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层次关系 和深浅关系 左边画完 我们画右边 右边涂上颜色以后呢 拿擦笔揉搓一下 然后再画出一个小瀑布 再画出一些小树 跟小鸟 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嗯 很多同学画雪松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有点简单 您与狗头似的 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一选的 首先我们画个圈 画出地平线 然后随便点出松树的形格 然后我们再给它隔空留白 画出松树的叶子 这样我们雪松的感觉 是不是就出来了 然后右边一颗画完 画左边 同样的方法 注意一定要留白 左边画完 然后我们再随便画了上几个小树 点缀一下 随便画了点小草 后边垫线杆随便画一画 前边横打线条 表现出土壤的感觉 点缀一点小草 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嗯 很多同学画雪景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有点简单 今天就要带来画个简单 易学的 首先我们画个圈 然后画出房子的位置 把房子的窗户找出来 然后涂上颜色 留白的地方就是雪景的感觉 地平线找一找 然后把远处的小山随便滑啦滑啦 涂脸颜色 往上横打线条 表现出小草和小树的感觉 然后前面再画个栅栏 横打线条表现出土壤的感觉 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嗯 炎热的风 我却很冷 繁华的城 心很沉重 夜晚的天 月色朦胧 孤独的心情 有谁能懂 人海之中 人潮汹涌 风雨之中 不见彩虹 我的天空 乌云去楼 不知道明天 何去何从 炎热的风 炎热的风 我却很冷 繁华的城 心很沉重 夜晚的天 月色朦胧 孤独的心情 有谁能懂 人海之中 人潮汹涌 风雨之中 不见彩虹 我的天空 乌云去楼 不知道明天 何去何从 很多同学画山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有点简单 今天就要大家画个 简单 易学的 首先我们画个圈 然后把山的形状 以及小海滩的形状 找出来 找完以后呢 我们上点色 然后我们用擦笔 随便涂了涂了就可以了 完了以后呢 前面的小海滩 我们适当地加重 然后我们找点倒影 再画点小树 这把小树的照影 找一找 然后在前面横打线条 表现出水的感觉 然后画个小船 再画点小鸟 一档小花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 嗯 烟热的风 我却很冷 繁华的城 好 心很沉重 一晚的天 月色朦胧 孤独的心情 有谁能痛 人海之中 人潮汹涌 风雨之中 不见彩虹 我的天空 无人潮汹涌 无人潮汹涌 明天 炎热的风 我却很冷 繁华的城 心很沉重 夜晚的天 夜晚的天 月色朦胧 孤独的心情 有谁能痛 人海之中 人潮汹涌 风雨之中 不见彩虹 我的天空 乌云去楼 不知道明天 何去何从 很多同学画房子 还小路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有点简单 今天就来画个 简单一学的 首先我们画个圈 然后画出房子的位置 然后给房子 加上一点细节 注意门口的细节 以及墙壁石头的细节 以及横木纹的细节 然后我们地平线上方 扫点小树小草 然后房子后边 我们再画上两个小树 前景我们画出 马路的位置 横打线条 表现出土壤的位置 再随便画了点小草 加个小栅栏 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